好的,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的名字叫做电解 第一节,关于电解的简介 第五章的一共是六节的内容 六节其实最开始的两节最重要 因为最开始的两节讲电解的原理 后面的四节其实是举了四个具体的电解的例子 第一节是关于电解的最基本的东西 那么你要知道什么 你要知道在电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然后什么样的物质是可以被电解的 另外就是电解的产物是些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电解这个词 这个词其实来自于两块 第一块是电,electro 第二个词是一个希腊语叫做lysis 也就是解开,分解开 所以就是拿电,用电将一个东西分解开 那请你猜一猜,这个是什么 hydrolysis 你也能找得到后面有一个lysis 对吧,把一个什么东西解开 什么东西解开呢 前面的hydro来自于希腊语水那个词 水那个词 所以这就是用水把一个东西解开 我们把它叫水解 那么什么样的物质能够被解开 这里要学一个叫电解质的概念 叫electrolyte 然后electrolyte书本上给出的简单定义是一个离子物质 小心哦,他说的是离子物质并不是指的离子化合物 所以我在后面用大写的专门给你提示出来 不是一个离子化合物 我们以前学过什么是离子化合物啊 稍微复习一下 离子化合物就是一个金属是吧 金属离子加上一个非金属离子 比如说你最熟悉的 绿化钠或者是 我们马上要学的东西氢氧化钠 一个金属离子加上一个非金属离子 我们把它叫做离子型的化合物 离子化合物 那么这个是称为离子物质 换句话来说 这个物质只要能够给出离子 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所谓电解质 这个跟中文版的那个电解质 定义还不太一样 当然这里肯定是它做的一定的简化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问题 给出了四个物质 请你看一看这四个物质 它们是否是电解质 如果你学过中文版的那个东西 你先把它放一边去 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这一个定义 它能否给出离子来判断 第一个它能给出离子吗 看到这里有一个状态有关 现在这里有一个L是吧 L的话就说明它是一个液态 液态的话 这是一个氧化那 氧化那在液体状态下 它是一个离子化合物 没有问题 那是金属 氧是非金属 离子化合物在液态状态下 那么它的离子键是会被打断的 打断之后 它就有了自由移动的离子 没有问题 然后 氧化钙的溶液AQ 那么这也是一个离子化合物 离子化合物在溶液的状态下 是可以导电的 这个在我们前面有谈到过 它的离子键也会被打断 那么它也能放出离子 放出钙离子和氯离子 我们来稍微写一下 这个方程式 第一个是氧化钙 在液态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释放出钙离子 和氧离子的 第二个是氯化钙 在水中液中 氯化钙也是可以放出钙离子 和氯离子的 和氯离子的 后面几个我就不一一去写了 你应该能写得出来 接下来是 盐酸 盐酸的话 我们马上得第七章学的东西 酸和碱 那么盐酸 最常见的酸之一 它也是可以电离成 氢离子和氯离子 在水中液中没有问题 氢氧化钙最常见的碱 那么也是一样 可以放出钙离子和氢氧根离子 所以实际上这四个 这四个都是电解质 只要能放出离子 我们这里的简单定义 只要能放出离子 我们认为它就是电解质 好 然后来看下面一个概念 叫做电解池 如果是电解池 电解池的话 我们这里有 这里有一个示意图 那么一个电解池 是由哪些东西构成呢 首先最上面的地方有一个电源 是吧 我在这里也列出来了 从上到下 一个电源 电源然后 虽然有导线 导线的话有两一个 两根电极 然后 还有我们的电解液在下面 这里 两根电极是插在电解液里面的 那么 这两个电极有各自的名称 比如说与电源正极相连的 这一个阳极叫做anode 学学这个词 是吧 叫anode 阳极这个词 接下来 阴极这一块 跟电源的负极相连 叫做cathode 这个词其实在我们前面也出现过 我们说 在电子的发现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阴极射线管 一个阴极射线管 我们当时就已经 说到了这个cathode 希望对这个cathode的ree 你还没有完全忘掉 cathode的ree 然后 是一个管子 所以还有一个tube cathode的tube 好 这是 它的一个总体构成 再说一遍 上面的是 电源 然后有 这个导线 导线连着两根电极 两根电极 插在我们的 电解液里面 接下来 书本上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也就是电解融融状态下的 绣化钳 绣化钳 视频还是那句话 不给你看了 那么我们直接来谈一谈 它发生了什么 右边有一个示意图 那么还是那句话 电源 两根电极 与正极相连的 被称为阳极的东西 anode 然后在 这个 与负极相连的阴极 cathode 两根 电极插在我们的电解液里面 电解液是谁 电解液是 熔融的 multon 熔融的 点 这个 绣化钳 绣化钳 如果是固体状态下的绣化钳 我待会你知道 它是不会导电的 固体状态下的绣化钳 它并不导电 如果不能导电 无法 放出自由移动的离子的话 这个离子的话 它是 没有办法被电解的 所以 怎么样才能让它被电解呢 我们就得对它进行加热 简单试一下 对它进行加热的情况下 那么它就会 融化 融化 那么就从它变成了 液态的 千离子 和液态状态下的 锈离子 希望你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金属与非金属的结合 所以这是我们的离子 晶体 我们到目前为止 只要是一个离子化合物 或者离子晶体的话 那么 理论上说 只要加热到足够的 这个温度下 它都能够融化 融化之后 就变成了这个和这个 那么它能够放出 这两种离子来 就可以进入下一步 可以被电解 可以被电解 然后 电解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两个电极的 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在下面的示意图中 你可以看到 千离子是往着 电源的负极 或者说 这个的阴极跑 往Castle的这边跑 而秀离子是往 阳极部分 也就是Anode的 这个部分去跑 你同意吗 你同意 秀会往这边跑 而千会往这边跑吗 但愿你还觉得 这个东西不难理解 Castle的这一端 是与电池的 或者电源的负极相连 那么 它自己本身这一块 你可以认为是带负电的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 减去V个E 这里指的是 电子从这里跑出来 而这个地方 加上V个E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电子 从这一头回去 电子从这一端跑出 从这一头回去 我希望你不觉得 这个东西很陌生 所以你可以认为 这一端 是电子出来的一方 这一方有很多的电子 然后 这一方 是电子回去的地方 也就是 这一端呢 会是 吸引一些带负电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一个式以图 也能看出来 在这一端 与负极相连 所以带上负电 而这一端 与正极相连 所以可以认为 带有正电 那么 自然负电的 就吸引带正电的离子 而带正电的离子 吸引带负电的离子 然后 有趣味的是 现象是什么 现象是在这一端 在这一端 你能看到一些 金属的小珠 如果你有看 我们这个视频的话 你看得到 会有金属的小珠出现 那小珠是什么 这个东西 又变成了铅 固体 或者说 当时还没有完全 冷却下来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个 看着像一个 流动的金属球一样 然后 在这一端的话 颜色变了 本来是 本来是没有非常明显的 黄色的地方 出现了一些黄色 甚至变成橙色的东西 那么在 这一个极上 锈 变成了 单质的锈 变成单质锈 那么 颜色上就会有变化 因为 这一个是有颜色的 这个通常来说 没有颜色 所以 从一个颜色不明显的东西 变成了这个的黄色 或者说颜色更深一些 会看到一个橙色的东西 所以 在两极上 其实发生了 发生了变化 那么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上一次 应该说是 在 之前学过的内容 就是 这个变化 叫什么变化 千 从离子状态 带有两个单位正电荷 变成 不带电的单质的情况下 那么 或者变成一个元素的情况下 那么 它 是怎么样过去的呢 要与这两个带正电的 电荷中和 我需要 得到 两个 电子 才行 而这一端 这一端 锈 从 负一架 变成这里的零 或者说 从 带一个单位的负电荷 变成这里的 不带电 那么 就需要 失去电子 因为这里有两个锈 所以失去 两个电子 所以一边是 千 得到了 电子 这个被我们称为什么 得电子 就是被 还原 当然 它就发生反应 还原反应是怎么写的 而在另外一边 就是被氧化 而发生了氧化反应 好 然后 分别在哪个电极上发生的 在阴极上 在这边 铅在这边发生了反应 而在阳极上 锈发生了反应 所以 铅这一块 我们是在阴极上 castle 而锈这边 是在阳极上 anode 这就是 我们最需要知道的地方 或者说是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两个电极 分别发生了什么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 可能你觉得东西有点多 没关系 因为我们后面 所有的故事 都是围绕着这些东西来展开 我们后面的好几节具体的例子 也都是让你不断的不断的去 加深这些理论方面的印象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点 那么 不是每一种 金属都是按照 这种加热 溶解 然后电解的方法来的 因为电解这个办法 非常费电 非常费电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或者有些东西 它就特别特别不适合 刚才说到的加热 这种办法呢 书本给出的例子 是氧化酮 氧化酮 那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 这边应该是个2 不是 不是 这是液态 忽略刚才那点 那么为什么不用 液态的氧化酮 如果我们按照刚才的办法 酮 氧 氧 它也是一个 离子化合物 没有问题 那么 离子化合物 我只要对它进行加热 它就应该可以融化 融化之后 放出铜离子和氧离子 但是 这一个氧化酮 它的融点非常的高 如果你要加热的话 你要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去 所以这并不是很适合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 你不需要太 怎么进行加热 就可以 让它融化东西 比如说 续化酮 续化酮的话 就不需要加热到很高的成本 温度不需要很高 一个酒精喷灯 应该就差不多了 那么 我们在 氧化酮这一个 我们就不把它加热到 融化的状态 而怎么样呢 我们把它加入到 一些酸里面 或者我们把酸加进去 比如说 我如果往里面加入 书本上给出的例子 加入一些 青锈酸 加入一些青锈酸 那么 加入青锈酸之后 氧化酮就会跟青锈酸发生反应 这个反应我们以后会学 在这里会产生 锈化酮 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 AQ是一个溶液 所以生成锈化酮也仍然是AQ 再加上水 再加上水 那么 这样形成的这个溶液 我们之前说了 溶液也是可以导电的 对吧 这种溶液也是可以导电的 所以 我们就通过 这个导电的溶液 来做电解 而不是直接电解 氧化酮 其实我们在这之前 还说过啊 你的 锈化酮里面的酮 还可以有一个别的办法 把它给得到 就是我们拿东西去 把它还原出来 比如说 锈化酮 如果我们 加上一些铁屑的话 因为铁的 这个反应活性比 铜要高 所以铁可以把酮还原出来 那么就可以生成 和酮 那么这也是得到酮的一个办法 我们这里用电解的办法 那么会得到些什么呢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它的溶液 在通电的情况下 通电的情况下 前面的铜 被还原回 单质的铜 而锈 则 被 氧化成了 氧化成了锈 那么在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 如果最开始 这个溶液是一个蓝色的溶液 很有趣味 铜液 这个铜的溶液 很多都是蓝色的 蓝色溶液的话 那么你会看到 在 一端 在哪个电极 在我们的 还原那一侧 是 阴极上 在阴极 你能看到 有红色的铜 产生啊 整个 阴极的那根 电极上 会附着上一层铜 而在 阳极这一端 阳极这一端 那么有 锈的出现 那么就会有 橙色的东西出现 整个溶液 就会从蓝色慢慢的 变成别的一个颜色 变成一个黄色 或者是橙色 要看这个锈的量的问题了 只是 对于 加热 会需要很高温度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办 我们把它变成溶液 除此之外 这里也谈到了 对于哪些金属呢 对于哪些金属 我们是不太适宜用 这个 这种 另外就说 这里有一个 只有在 这个 活动顺序表 轻以下的金属 才能够用这个办法 把这个金属给 电解出来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 这里有一个反应的活性问题 如果这个金属 比钦还要活泼 我们来稍微再回顾一下 那个表格 比如说你如果是 我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你如果是锈化钠的话 钠比钦要活泼的多 对吧 钠是一个非常活泼的金属 来自于我们的第一组 那么在溶液里面的话 钠 离子 它不会去 被 还原 得到电子 变成钠 就即使是 就即使是 真的有可能 有些钠离子 得到了电子 被变成钠 它也马上 会跟我们的水反应 然后 又 回到了 钠离子的状态 所以 在水里面 其实 只有水里面的 那些少量的氢离子 会去得到电子 这是存在的 这一对 所谓的互相竞争的关系 但是钠是竞争不过氢的 比氢更活泼的这些金属 它们更容易失去电子 而不是更容易得到电子 那么 相对而言 氢比较容易得到电子 那么 钠是不可能在水溶液里面 用电解的方法 把它得到金属钠的 好的 除此之外 他说 我们还有一些 是 这个 共价的化合物 它们也可以被电解 也可以被电解 比如说 他给这例子是 盐酸 盐酸 那么 我们看一下 氢化氢的水溶液 它 为什么 能够被电解 它电解之后 得到的是什么 希望写到前面的 这几个例子 你都能够通过它 看出一些规律来 比如这一次 我们来看 盐酸的话 AQ 它被电解 电解成为什么 你会发现 在前面这一个 是不是变成它 对应的 元素去 然后下 后面这个 也是变成它 对应的元素去 所以 前面的 H 氢 变成它的元素 小心了 氢元素 可不是一个 光是氢的事 是一个 氢二 是吧 然后 氯 也不是光是氯的事 是一个氯二 我们的 双原子的分子 再来说一次 第一 周期的氢 和 没了 然后 再往后面走 第二周期 最开始几个 你会忽略过去 一直到淡 才有出现 两个 然后氧 然后是氯 然后到了氯之后 就不用再 不是 浮 然后到浮之后 你不用再 横着走 你只要竖着走 就行了 浮 然后氯 然后氯 然后就还有一个点 那么 一共就是这几个 是吧 多重复几遍 你就记得住了 最后 配一下平 这里有个二 然后这是一个 气体状态 然后这个 其实也是气体 所以说 最后你会发现 当我 垫解 这个溶液的时候 两端都有 气泡冒出来 都有气泡冒出来 不过 如果你仔细去看 两边冒气泡的速度 才一样 因为这一个 氯 它多少 是可以跟水反应的 并且 并且 如果说电解的量 足够大 我相信您能看到 溶液的颜色 也会有一些变化 因为氯气 溶液水之后 会有一些 淡淡的黄色 这就是 这一个 我们说了 它不是我们的 离子晶体 但是因为它 可以给出电子 是吧 它也可以给出电子 它仍然是我们 之前说过 那个简化板的概念 它是一个电 不是点 给电子 给出离子 它是一个离子物质 所以我们也是认为 它是可以 这个 被电解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 所有的内容 实际上 我把下一节的内容 也说得七七八八了 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要求你掌握的概念 首先是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电解 用通电的办法 通电的办法 把一个物质 分解成两个 或者多个 然后 什么样的物质 是可以被电解的呢 我们把它叫做 离子型的物质 离子型物质 并不是离子化合物 那么简单 是吧 只要能够 给出自由移动的离子 我们认为 它都可以被电解 第三 这个电解的 产物是什么 你要知道的是 电解的产物的话 它有两个 电解就有两个 电解上 不同的产物 阳解上 阳解上是什么产物 阴解上是什么产物 比如我们之前 举的那几个例子 在 电解我们的 锈化签的时候 阳解 anode上面 得到的是 锈 而阴解 cathode上面 得到的是签 等等等等 好 这是第一解 我们就说这么多 然后我们去看 第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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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电解上 发生了什么变化 其实这个变化 我们在前面 已经谈到了 不过这里 我们再来一次 作为初学者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 底子的话 我们再来讲一遍 你要知道的是 电子在 哦 离子 离子在电解过程中 发生了哪些变化 然后如何去 描述或者说 如何去 这个 呃 展示 在电解上 发生的这些变化 并且 你还要学的是 水是如何影响到 电解的 我们刚才就是在 第一节最后那里 我们谈到了一点点 谈到了一点点 这个问题 好 然后我们遇到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离子往哪儿去 再一个在我们 第一节已经说过了 比如说 因离子往哪儿去 阳离子往哪儿去 然后来记一记 这些离子的名字 比如说 因离子叫做 negative ions 然后你也可以 把它叫做 更常见的叫 anions 然后 阳离子叫 positive ions 或者叫 tight ions 你可以去发明 一些你自己的技法 比如说 带有负电的 当然就是去 带有正电的技 是吧 positive electrode 不过 positive electrode 叫anode 我们的阳极 所以 anions 就会到 这些 anode上面去 而cations 跑到castle上面去 其实也不难记 是吧 前面的是猫 那么前面 这个也是猫 前面是一个 an 所以前面 也是我们的校长的名字 是吧 an 开个玩笑 啊 那么这是 离子该往哪里去 那这里有个小小的练习 来看你听懂了没有 我们下面有这样的四种 四种物质 那么 什么离子 跑到哪里去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绿化钠 我来做前两个 后面两个就交给你自己 绿化钠 那么 L表示它是 溶液的状态 然后它又是一个金属 加非金属的组合 那就是 离子的化合物 离子化合物是一定 融融的情况下 是一定会 断开离子键 形成离子的 就跑出来 钠离子 和 绿离子 那么钠离子往哪里去 钠离子带有正电 所以带正电的 就该往 带负极的 那一个 电极上跑 负极的电极 是谁 是与负极相连的 因极 castle 然后 这一个 带有负电 那自然就往 另外一方面去跑了 那就往 anode上面去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氧化 铝 液态状态下 还是 断开变成 铝离子和 三个 氧离子 那么分别往哪里跑 还是那句话 带正电的 往负极上跑 或者说 往我们的 阴极上面去 castle 然后这一个 往 阳极上去 anode 那么 其余的 我想你自己去 写写看 你可以 像我这样 稍微写一下 它 从一个 分解成为 两个 离子的 这个一个过程 锻炼一下 你自己 这个应该 不算很难的 一个事 这是 离子往哪儿去 离子往哪儿去 去了之后 发生了什么 这是两条结论 在 阴极上 也就是带有 负电 或者说与负极 相连的那个极 会发生什么 会得到电子 会得电子 被还原 然后发生 还原反应 然后在 这个 阳极上 就是失去电子 被氧化发生 氧化反应 书本上 给出了这么一个 示意图 比如说我们的 融融状态下的 修化签 这是我们上一次 讲到的东西 那么签跑到 阴极上面去 电子 你看 本来是在 阴极上的电子 就 跑到我们的 签上面去了 签 离子得到电子之后 变成了 签的元素 不带电 对吧 而这一端 这一端 这是我们的 安诺 这是我们的 阳极 阳极这一端 那么与 正极相连 看见吗 这里有个小小的 正号 那么 电子 不再是 往 锈上面跑 而是锈 把电子 给出 给这个 电机 它会 失去电子 给这个电机 失去电子 给这个电机 然后两个锈 结合成一个 锈分子 好 这是 契化签 然后我们用 所谓的 half equation 我还暂时还不知道 中文该怎么去翻译它 叫做半反应吗 然后 用这样的 方式 可以表示 这 两个电机 分别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的中学书本上 把它就翻译成 电机反应就行了 那 比如说在 这个 阴极上 阴极上是 电子 得到 是吧 所以 铅是得到两个电子 你看怎么表示的 得到两个电子 变成了 铅 那么 在阳极上 是失去电子 失去电子 怎么表示呢 有两个办法 是的 你可以按照我们中国的那个办法去把失去电子写成减两个电子 也就是这个样子 失去电子 你可以说我们减去两个电子 然后变成了这个 可以 不过 好像他们更喜欢的是把这个一下下 移到这边来 一旦移向 那么前面就要变号 他们更喜欢的写法 是写成这个样子 再加上 两个电子 之后在我们的这样 方程式里面 他们不喜欢方程式里出现负号 这是这个办法 那么你要知道的是 比如说离子往哪儿去 你要知道在两个电极上 阴极上是电子怎么样 电子从 这个电极 跑到了我们离子上面 离子得到电子 被还原 而在阳极上 是这个离子 失去电子之后被氧化的过程 我们来试两个例子 一个是氧化钠 一个是 氧化钠 这个我就不写那么全了 氧化钠就会形成两种离子 是吧 融融状态下 那就是钠离子和 氧离子 然后钠离子往哪儿去 跑到 这个阴极上面去 去干嘛 去得到电子 得到电子 得到电子之后 那就变成 钠的元素 而这个地方 另外一边 是我们 氧离子 氧离子跑到 氧级上面去 跑氧级上面去干嘛 失去电子 失去几个 如果是一个氧离子 是失去两个电子 因为要跟这里 两个单位 负电核相 平衡 那就是失去两个电子 但是 你得到的会是一个氧 单个的氧原子 单个氧原子并不是它的元素 是吧 我说氧也是一个双 原子的分子 所以这地方应该有个2 这边有个2 然后这里是 加上 加上 几个 四个 为什么是四 一个 氧离子是失去 你这里是两个 所以是 一共失去了 四个 四个电子 好 这是 那接下来我们看 孵化 链 没记错吧 没错 孵化链 孵化链的话 形成离子 链离子 孵离子 然后 链离子怎么样 得到 电子 两个 形成 链的元素 这个 失去 电子 但是还是小心 氟的话 也是我们的双原子分子 所以 这前面应该有个2 形成了 一个氟分子 再加上一个 再加上一个 两个氟 一个氟 失去一个 所以 这里应该是两个电子才对 好 这是 这一个 怎么样 现在如果给你一个简单的 这种离子化合物 如果是液态情况下 你能写得出他们的电极反应了吗 接下来我们看这一节最难的地方 最难的地方 如果是在水溶液里面会怎么样 水溶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水 水也是可以被电解的 水也是会有少量的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放出来的 你看氢离子 它这里把它写作 hydrogen ion 但这是一个简化版的 其实它有更复杂的 更加学术化的名字 然后这里有一个氢氧根离子 叫做hydroxide ion 这个词现在对你来说生词 不过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它 在我们学的第七单元 酸和碱之后 所以水也会给出两个氢子来 那么 那么 如果是在水溶液里面 比如这里的氯化钾溶液 氯化钾溶液里面就不只有氯离子和钾离子了 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氯化钾的溶液 氯化钾溶液 首先氯化钾 它是氯化钾溶 氯化钾在水溶液里面会导电 是因为它会产生钾离子和氯离子 但同时水自己又可以产生两个离子 对吧 这我们刚才有写过 这个东西会生成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 那么这里有一个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表示 这是个可逆的反应 左边既可以跑向右边 右边同时也可以跑回来 两者是同时在发生的 在我们的A-level阶段会学所谓的化学平衡 这东西可以算是一个电离平衡 然后 钾离子和氯离子除此以外 水还给出这两个离子 所以在我们的 比如 因极上 Casod 说了 Casod是带有负电 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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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负电的话就会有两个离子都被它吸引 甲也会往这方面跑 氢也可以往这方面跑 接下来就是两者开始竞争 那么谁 谁会去得到电子 这个在我们前面一节也稍微说过了一点 谁容易得到一些电子 如果我们假设是甲得到电子 甲如果得到电子 它就变成了 它就变成了 甲 但是我们说甲是一个非常非常活泼的金属 它马上要跟水再次发生反应 于是 这个东西又会跑回到 甲离子上面去 所以不可能是它 谁得到电子 氢得到电子 氢如果得到电子 我们来写一写 氢如果是得到电子 然后你们也要知道氢是生成的 氢的元素 那么氢元素是双原子分子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个2 成成这样 好 同样的 同样的 如果是 在annode上面 在氧气上 也是会有 也是会有 两个离子往那儿跑 这儿 氢氧跟离子带负电往这儿跑 同时 氢一旦负电 也往这上面跑 那么这个时候 就有一些结论 你需要去记 这两个 谁 谁 更容易 这个 把电子 失出去呢 是 氢氧根 不是 是这个氯离子 氯离子 优先失去 优先失去 在书本上 把它叫做 这个discharge 优先discharge 也就是优先放电 这里有个放电 次序的问题 比如说刚才的 钾和氢 钾和氢的话 氢优先于甲 把电子给得到了 所以 在放电次序上 氢优先于甲 而在这一端的话 是 氢氧根是落后于氯的 或者氯优先于氢氧根 所以 所以在这一端 氯离子 就会 失去电子 同样 双原子分子的话 就是这样 那么 失去电子 变成氯分子和 两个 两个电子 好 这就是 它的 两个电极反应 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要去考虑 你要去考虑 水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如果 没有水 没有水的话 只有 氢化钾 是不可能有 氢气放出来的 是吧 就不可能有氢气放出来的 这个氢气就是我们水的影响 水引入的 导致的一个变化 然后我们来看 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 氢化铁 第二个是 氢化铜 都是这回水溶液 不过我想先考一考你的是 如果 它不是水溶液 如果是 融融的状态下 小心 L跟AQ是不一样的 你能够写得出 你能够写得出 它们各自得到些什么吗 你能把它们的电极反应写出来吗 这里相关性 就不给你一一的写牙去了 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AQ的状态 就是AQ的状态 那么 绿化铁 首先它会生成 比如 铁离子 和绿离子 同时因为是水溶液 AQ 水也会给出 氢离子 和氢氧 根离子 是吧 氢氧根离子 接下来 就是 谁 更容易得到电子了 比如说在 阴极上 Castle 但你现在已经熟了 这个东西肯定是往 阴极上面去跑 跑到Castle上面去 谁更容易得到电子呢 好 这是我们的结论 要去记 也就是 对于 氧离子来说 更加 更加 反应活性低的那些 会优先的 优先的 得到电子 而在 这些 阴离子上面呢 阴离子上面的话 就有我们的 鲁素 离子会优先于 氢氧根离子 会优先于一些 其他的东西 那么 这是 它的一个规律 那么好 它们都往 阴极上面去跑 这是我们的 阳离子 阳离子的话 更不活泼的那一个 但是你还记得 鎂 是一个比较活泼的金属 而氢 肯定在 鎂 这个反应活性之下 所以 氢会 得到电子 氢会得到电子 变成 氢的 这个 元素 那么 而另外一边 这两个 它们都往 阳极上面去跑 而我们刚才的 这个结论 这里面的 鲁素的离子是 要优先于 氢氧根离子 所以 铝 这里面应该是 氯 它 去失去电子 变成了 氯气 应该是这样 好 然后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例子 氯化铜 这个例子 氯化铜 水溶液 来试试 首先是得到了 铜 离子 和 氯离子 然后水 又给它提供了 氢离子 和氢氧根离子 好 那么 往 这个 音级上面去 铜 和氢 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学的 活动性顺序 铜 在氢之下 所以 这回 不是氢了 这回是 铜 铜 更不活泼 那么它就去 得到 电子 变成 单质的 铜 而 这一侧 跟刚才一样 比较一下 记住结论 它要比它 优先 所以 仍然是 氯 失去 电子 变成 氯气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 多考你一个 如果是 这一个呢 硫酸铜呢 它会是 什么样子呢 硫酸铜 这里出现了一个 所谓硫酸根的东西 然后这个硫酸根 就是我们 刚才所说的 因粒子当中的 其他 那么你要知道的是 这个 又比 这一个 又比它更 要更高 所以 比它更高的话 那么这个 溶液里面 在 这个 因粒子 这一块 应该是 氢氧根 优先 失去电子 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氢氧根 它去 失去电子 会形成什么 说本上 有这样一个结论 失去电子之后 失去电子之后 形成的是 氧气和水 然后把它进行配平 并不是很难 这里有个4 然后这里有个2 接下来说 失去了电子 失去电子 那么 失去到多少 这里是4个 4个电子在这 说本上 有这样一个 反应方程式 其实 以上就是 我们这 两个例子 就说到这 这一块是 里面最难的地方 希望你有 时间 要多练一练 我们看一下 更多的一些例子 比如我们的 锈化 银 这一个 锈化银溶液 那么这个溶液的话 哪个离子 会 优先 被 发生反应呢 比如说 锈化银 产生的是 银离子和 所谓销酸根离子 银离子和销酸根离子 还有水提供的 氢离子和 氢氧根离子 4个 那么我只要你知道 银是在 氢之下 所以银 首先是 发生了反应 而这里是 销酸根 这属于我们 刚才的 其他 所以 水提供的 氢氧根 首先发生反应 因此 这个地方的话 对于 销酸银来说 这里 结个屏吧 所以对于 销酸银来说 它就应该是 银 应该是 整一下 银 发生反应 和 水的氢氧根 发生反应 硫酸钠 硫酸钠 提供钠离子 和硫酸根离子 然后 水提供氢离子 和氢氧根离子 那么这个地方 钠必 氢要活泼 所以 应该是 水提供的 氢离子 发生反应 而硫酸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其他 所以是 氢氧根 发生反应 接下来 铜和硫酸 铜离子 硫酸 根离子 然后是 水提供的 氢离子 和氢氧 根离子 那铜 比氢离子 要怎样 要更不活泼 所以 这是我们刚才 举过的例子 那就应该是 铜 离子 发生反应 而另外一边是 硫酸根离子 属于我们其他 氢氧根 发生反应 还是这句话 你应该 暂时把我的视频 停下来 你能写出 你能写出这些 所谓 half equations 好 最后我们来 回顾一下 这解水 所学的那些内容 其实最难的是 水的那个问题 是吧 第一个就是 在 这个 电机 电解当中的话 这些 离子 会发生 怎样的变化呢 那么 在电解的过程当中 在 阳极 是吧 在 阳极的话 在 anode那边 那是 带负电的 因离子跑过去了 然后被 氧化 而在 阴极 castle那边 带有 正电的 那些离子 跑那儿去 然后被 还原 还记得 氧化还原的概念吗 谁是失去电子 谁是 得到电子呢 氧化是什么 氧化是 失去了电子 而另外一边 在 阴极那边 是得到了电子 如何去表示它呢 给你举了好几个例子 希望你自己要去慢慢的熟悉它们 对吧 相信把这些东西都写会了 你就基本上 掌握了这个问题 我们用所谓 half equation 可以写出来 在 阳极发生的那一个 氧化反应 和在 阴极发生的 还原反应 接下来 水是如何影响的 要知道 水 也可以 发生 这个所谓电解 也可以 给出 这个 阳离子 和阴离子 也就是氢离子 和氢氧根 那么 在 有水 参与的情况下 你就要去比较 哪一个离子 更容易 发生反应 让它优先 发生 这个电解 好了 以上就是 我们讲到的 所有的东西 希望你 通过做 后面的练习 来巩固我们所学的 如果你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 欢迎留言 或者是发弹幕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跟我保持联系 我们下一次会去讲 第五章 剩下的四节问题 其实剩下的四节问题 基本上都很好讲 因为 它们都是我们前面 这两节的 具体的例子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让我们下一次会计算 我们下一次会计算 再次会计算 我们下一次会计算 我们下一次会计算 回到过去 感谢观看